这个款式比较lady的,它是冷山款,但一个入博牛角咒cut,但其实它也是拮博款,它是有两个cutting,这个就是正常的跌博位置,但你会看到它偷偷地做了一个入博牛角咒的一个 detail,它是配上了这个通通的一个状态,因为款式是在 这些领猴位,即是这个锁骨对落多一点的部分,有一个麻花的pattern,它中间的pattern就是一个珍珠造成的一个蝴蝶结,它配上了大大小小的珍珠,它中间这个位置是一个麻花的pattern,暗纹为主的,不是一个templing的一个衣服底,它是有麻花的扭纹,有少少少的纳纹, 有少少通花的点绝,无论在入博的牛角咒位,入博的牛角咒位,和中间的骨位上都是有这个detail点绝的,整件衣服的版型都是宽松的,加上它的甲圈都是相当充裕的,相当充裕的尺寸,它是有少少微微企领的detail的, 盘骨在这里,这个就放下来就可以了,如果你喜欢摄衣服,就可以这样屈上去,屈上去,它的三脚和领位是相同的一个罗闻detail来的, 如果你喜欢这个版型短一点,或者有时搭配衣服,是想展示出来的,就可以向内屈进去,就已经可以了,带上一些泡泡的线条,手袖都是这种的罗闻造工,没有泡泡效果的, 这个是微企领的款式,其实这个也蛮有趣,因为我都没想过是这么松的一个款式,我以为是比较细件一点,通常这种精致一点的珍珠蝴蝶结款,通常如果做冷衣服,都是比较细的,我看到这么大件的,都是很宽松的版型,你看到它三身都是很充裕的尺寸,去到三脚的部分就是这样黏进去的,得薄,加牛角咒, 都兼顾得到,因为我通常都是二取其一的,就是一天就入薄的剪裁,一天就得薄款,这个原来它是一个默默地做了通化,拿了一个线条,有一个入薄的效果,但是是得薄的设计来的, 一会儿我会搭配这个,我现在很快地试给大家看,在这个冷衣服款上就给大家看一会儿, 看一会儿,不是看一会儿,再慢慢介绍这个背心 这样搭配蓝色通靓得不得了,大家都可以这样搭配蓝色通靓得不得了, 大家都可以这样搭配蓝色通靓,看得非常舒服 欢迎订阅认识